強烈 labor market and inflation near its symmetric 2% 相繼有共和委員在同一日表態支持減息 今年在議室會議有投票權的芝加哥聯署聯署行長 Roman先生認為如果想要提振通脹 聯署局在年底前應該減息管理 這樣如果在今個月底的議室會議上 立即減息管理的話 可以確保通脹更快達到當局2%